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属于其中一种模型 又称之外叫做三分比论 所以我们来介绍地壳均衡比论的三分比论 所谓的均衡 就是把地壳看成它说服在地寒之上 所以要达到平衡 同一意念所受的压力相等 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重点 所谓的地壳均衡 就像这一张图 要绿色的这就是地壳 地表的地势有高有低 地壳均衡比论是把密度小的地壳 看成它是浮在密度大的地寒之上 字幕里面它考虑到了海水的作用 所以蓝色的这一块是海洋 地壳之下那就是地寒 黄色的这一块 那这代表的是地寒 地壳跟地寒的交界 我们称之为叫墨石不延续面 所以蓝色这一颗线 就是墨石不延续面的位置 地壳均衡学说认为地表 第四高起来的高山 就会有比较深的根 插入在地寒之中 所以这一套就叫做三根理论 这一张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比较高起的山脉 它的地壳就有比较深 插入在地寒里头 也就是说如果地表 越是高起的地方 它的地壳是会越厚 地壳跟地寒的这个交界 这个墨石不延续面的位置 就会比别的地方来得更深 如果第四都是一样高 千锤指向地心 千锤应该是意 要跟地面垂直指向地心 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 右侧这里有一座隆起高耸的山脉 也就是有一大堆的岩石 在这个地方 一大堆的岩石 当然具有比较大的质量 就会有比较大的引力 因此我们的重锤 就会被山脉这一层的引力 给吸引 重锤就会略为偏向高山这一层 要达到均衡 就是同一意念所受的压力要相等 所以现在我们画的红色曲线 这就是下方都已经都是地寒了 所以是同一意念 这甲 一定落在同一意念上 它们所受的压力应该要相等 压力怎么算呢 压力P等于H乘以D 甲的上面你可以看到 有绿色的这一段跟黄色的这一段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段的压力 加起来就对了 所以甲的压力 那就是绿色的这一段 H乘以D 再加上黄色的这一段 它的厚度H 乘以它的密度D 乙的压力P等于H乘以D 乙的压力 它上方有三段 蓝色的这一段海水 绿色的这一段地壳 跟黄色的这一段地寒 所以要把三段的压力加起来 这就是丙点所承受的压力 要达到均衡 所以加以丙三点的压力要相同 如果因为侵蚀作用 让这一座高散地标的延续 被破坏侵蚀带走 为了再度达到地壳均衡 达到再度的压力平衡 绿色的这一段厚度变得比较小 所以它的压力就变小了 下面就要补充密度比较大的 这些地寒的物质 因此四周的地寒 就流过来补充 所以这整个就会被抬起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地壳就是木头 地寒密度比较大 就好像是水 木头浮在水上 就像地壳浮在地寒上是一样的 现在你的木头 如果上面一小块 把它切了拿掉 就是三边岸 整个木头就要浮起来 底下四周的水就要流过来补充 反过来说 如果因为这个地区 冰河时期来临 形成了厚厚的冰川 压在地壳之上 整个就要往下沉 这就是所谓的地壳均衡 再来试试看 地形越高的地方 为了达到压力平衡 就有比较深的根 要插进地寒里头 这就是地壳均衡里头的三根理论 同一意念 所受的压力要很相等 这样跟义这两点 应该要有一样的压力 这样所承受的压力 P等于H乘以D 义的压力 就可以看成是这一段 二十公尺的地壳 再加上L这一段的地寒 两段把它加下来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简单的 把L这一段算出来 根据地壳均衡理论 喜马拉雅山比中央山脉来的高 地表山越高 根就要越深 也就是喜马拉雅山那里的 大陆地壳厚度会比较厚 如果B选项冰川退却 跟E选项侵蚀作用 是一样的效果 这一个地方上方的重量减轻 为了达到地壳均衡 这个地区的地壳 就应该要抬升隆起 诸选项 所谓的均衡就是压力要相同 大陆地壳的密度 比海洋地壳小 为了要有相同的压力 密度小的厚度 就要比较厚 才会拥有相同的重量 形成相同的压力 质量等于密度乘以体积 如果质量要相同 密度小的东西 就要高度比较高 才能有相同的质量 看不同的探测 第一个我们来介绍叫做正波探测 正波最主要有PE波跟S波 这两种实体波 它就可以在岩石当中传递 既然它可以在地下的岩石当中传递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PE波跟S波的正波探测 可以知道地下严惩的分布状况 还有延迟的密度大小延迟的种类 如果是声波 那我们所用的叫声纳 声纳就是利用声波 遇到物体反射回来 所以基本上声纳探测 它主要波碰到表面就反射了 所以它无法知道下方的延迟的分布状况 比如说在做海洋探测的时候 利用声波遇到海底表面反射回来 就可以知道海底哪里比较深 哪里比较浅 海底高低起伏的地形 卫星摇杆探测 卫星在高空中 从高空中探测我们地球 主要都测到 比如说海水表面的温度 地球表面的一些特性 所以大部分的摇杆探测 大部分不是绝对 大部分都是用来做地球表面的相关观测 砖探 我们用仪器 开始往下砖 现在我们可以做陆地的砖探 也可以做海底的砖探 就直接把深处的厌食 砖取出来做研究 不论是陆地砖探或海底砖探 目前我们的深度都还没有能够穿过地壳 还没有碰到漠视过研训练的 这里也是提到一些所谓的物理探勘的方法 B选项利用正波、P波跟S波的波速变化 就可以知道地下的研程密度的大小 B跟猪血像都谈到有火成岩体 火成岩体就是由岩浆冷却所形成的火成岩 通常有比较多的金属框 因为有比较多的金属框 所以金属它的密度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也就会有比较大的重力的子 很多的金属它是具有磁力的 因此也可以用磁力探测来探看地下是不是油或成岩 可以做这些矿产的探勘 吸血像的重力探测 一个背血构章 就是下方的岩石就像这样凸起来 那如果这个地方的岩层里面 含有石油或天然气的话 它就会被关在背血轴的地方 通常越下方的岩石密度会比较大一点 背血轴这里 通常它的重力值会比较大 腰侧 不用碰到我们腰侧量的物体 就可以进行探测 这样就叫做要测 如血像叫空载光达 空就是空中 所以可以是利用飞机 或者是利用高空的卫星 载着一个打雷射光的仪器就像这样 从飞机上打雷射光下来 遇到地表的高低起步 雷射光就反射回来 利用雷射光的反射回来的时间差 就可以知道地表哪里高哪里低 就可以知道地表变形的状况 这叫做空载光达 GPS观测虽然会用到高空的GPS卫星 但是必须要有接收器放置在要测量的地面 因此这不能算是要测 地下延长的分布状况 如果用仪器测中立的值 这一条黑色的线 就是我们所测到的中立值的变化 以A选项来说 如果这个地方地下有金属框 金属框通常它的密度都比一般的延时大 所以密度比较大的东西 它重力值就会比较大 B选项 如果一个背鞋构章 通常下方的延时密度比较大 它就这样容器凸起来了 所以这一个背鞋轴的地方 它的重力也会比四周来的大 这张图里头你可以看到 这应该就是一个断层 所以断层的两侧有相对运动 右侧跑上来了 密度大的延时比较厚 密度小的比较薄 所以右侧整体应该比左侧这个还要来的重 右侧的重力值要高于平均值才对 所以C选项它的重力曲线就会错了 第一选项跟C是一样的思考模式 你可以发现这个地方密度大的多 密度小的少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会比较重 所以它的重力值要高起来 反过来这个地方密度大的少 密度小的多 所以这里相对应该重力就要比较小 这四个你可以反过来读它哦 也就是题目如果问你重力探测 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们可以用重力探测来探勘 金属矿场的位置 用重力探测知道哪里有背鞋勾照 断层的位置 或者是基盘高低起伏的这些变化 在这张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地壳的厚度的数据 通常陆地这边的地壳厚度都是比较大的 海域地壳的厚度是比较薄的 这张图里面你并没有看到标示50的曲线 所以表示都没有地壳厚度大约50公里的 这个地方地壳的厚度挺厚的话 有40几公里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喜马拉雅山的范围 所以你可以发现三越高的地方 通常这边地壳的厚度会越厚 这就是三根理论 如果我们在题目首说的这个经纬度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地壳厚度是40几公里 所以你要穿过这么厚的地壳 碰到末式会延续面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钻到末式会延续面 当然就要挑地壳越薄的地方来下手 是越有机会达成目标的 所有的正波都是从正央开始往外传递 不论是P波、S波、到达甲 还是到达你的波都一样 正央到甲地不是X公里好了 S波走这一段距离 它需要花时间X除以它的波数4 P波跑这一段距离 它所需要的时间是X除以它的波数6 我告诉你 甲地测到P波跟S波的时间差14秒 所以这个就是10 另外对乙地来说 假设乙地跟真央相隔Y公里 走这Y公里 S波跟P波 到达的时间是差30秒 所以两个简单的式子 你就可以算出来 X应该是120 后来题目问P波 所以跑这120公里 P波从正央出发 应该要花20秒的时间到达甲 那乙呢 乙把它算出来 Y是360 P波从正央跑出来 跑这360公里 应该要花60秒 跑到甲只要20秒 跑到乙要60秒 所以两者之间 P波到达 时间应该要差40秒钟 题目告诉我们说 P波到达甲呢 19点25分30秒 所以到达乙呢 是不是应该要差40秒 所以把这个时间加40秒 那就是到达乙的时间了 这是车龙谱断层的位置 断层不是板块跟板块的边界 所以并不是说 这个车龙谱断层的两层 就是两个不同板块的边界 板块跟板块的边界 如果在聚核心板块边界 应该是海公 如果是在张列心板块边界 板块的交界 应该就是列骨 不管是板块张列 还是板块聚核 那附近都会有力量的作用 所以都会产生很多的断层 所以台湾是板块聚核的交界 我们台湾岛上 就有非常多的断层 所以这些断层 都在板块交界附近 所以断层本身不见得 就是板块跟板块的界线 以这个题目来说 车龙谱断层的位置 在南投这里 在台湾本岛 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 缝在一起的边界 应该就是花东中古 所以假如是花东中古以西 都是属于欧亚板块 也就是这张图的 甲乙丙丁 它都是属于欧亚板块 黑色的这一条线 是地面断层裂开来的地方 可是从地面到地下 断层是怎么破裂的呢 红色信号这里 代表的是正央 正央的正下方 那是正圆 正圆才是岩石 断层最早破裂的位置 地面岩石是在黑色的曲线 在里破掉 所以也就是说 从地面到地下 断层是这样倾斜的 所以就可以找出 四当的大岸选项 断层是跟地面垂直 像这样的断层面 我们就无法区分 上下盘的位置 注意东西南北方向 他说字名在东侧 他望着断层另外这一侧的凤樱 看到他们家的房子 是往北移动 断层的两侧 比较显著的是水平移动 因此这就是属于平移断层 平移断层又分左移跟右移 判断方法就是站在其中一侧 望着对面那一侧 看对面那一侧相对是往左边 还是往右边动了 所以字名站在他家 望着对面 对面是往右手方移动 所以这就是属于右移的平移断层 特别看一选顾 特别看一选项的转型断层 转型断层一定是在挫动性 转型断层的两侧应该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板块 那么像题目这个右移的平移断层 这个断层的两侧是属于同一个板块的 研究地下沿层变化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叫做炒垢开挖 这个图里面这是零 就是上一次921地震的时候 你看它的滑移量就动了 大概从13公尺动到17 所以它大概滑移量是将近3到4公尺 另外一次这里的谷地震是400年前 980年前又一次的谷地震 1900年前又是一次谷地震 2400年前的谷地震 但是它问的是平均滑移量 也就是说从现在往回推 这2400年里面 滑移量累加起来大概有16公尺 2400年里头一共滑移了这么多公里 所以简单的一算平均滑移量一年 大概就是6公里 仔细看答案都是在文字里面 题目说作用力累积到一个零界值的时候 它才会造成大地震 所以有这四个学校 你看VC住三个学校 作用力都累积到一个零界值 然后发生地震 然后能量四方出来了 而且能量咻 作用力能量就急剧往下掉 这就发生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一句话 只有A选项的图 是不符合的 另外他又说了 每一次作用力到底会降低到哪一个值呢 他说作用力降低值 会随断层挫移不同而变化 换句话来说 来VC住这三张图 你可以发现VC选项 诸选项A 我每一次下降到等值都一样 不管挫移量如何 降到一样的值 所以这个这一句话就不符合了 所以你看V选项 他每一次降到多地 每一次都不一样 随着挫移量去不同 而不同 利用GPS做地面的观测 来监测地表变形 这些箭图呢 就是它的水平位移 信号是这样的位置 虚线呢 就是地面断层破裂的地方 在断层的左侧 它的变形都是往右侧移动 断层的右侧 都往左侧移动 也就是断层的两侧 很显然是在推及挤压的 挤压力主要应该是形成逆断层 断层的南侧应该是逆断层的形式 这个断层的北断这一断 这一侧 它都这样水平移动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平移断层 所以这个断层的北侧 是属于平移断层 这也是GPS的观测结果 那我们来看图书故事 然后他给你两张图 他注意看题目 这张图他给的是水平变形量 也就是说每一支箭头朝哪一个方向 那就是那一块陆地 我们测出来 GPS测染的结果 它是往水平哪一个方向在移动的 这一张图讲的是垂直变形 所以这些箭头所表达的 就是那一个位置 我们测出来它是在高度是在下降 还是高度它是在地形是在排升 这两张图是不一样的 提供不同的线索 这里他告诉你我信号所在是怎样 但是他并没有画出地面断层在哪里 就我们根本由图看不出来 断层是在哪一个位置 你不可以说这个海沟就是断层的位置 海沟一定是两个板块聚合的交界 板块聚合主要受到的是挤压力 所以海沟附近的断层应该是以挤压力 所造成的逆断层为主 所以这张图虽然找不到断层的位置 但你有板块边界的类型就可以推测 这里主要应该发生的是逆断层的活动 另外我们看到海沟的符号要敏锐的察觉 三角形这个尖端画的方向是有意义的 记住尖端字哪一边 就是板块往哪一边引磨 这个尖端朝西就表示是 东边的太平洋板块要向西引磨到 西边的这个北美洲板块底下去才对 这个水平变形 这边有给你比例次 这一段长度代表50公分 最长的大概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的长度跟这个50公分的比例次来比 很显然绝对没有达到15公尺这样的一个变形量 这里右边的这个垂直变形的图 这一侧它的地表是往下沉降的 但是你不知道断层在哪里 所以当然没有办法分辨这里的上下盘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由这个所提供的线索 是没有办法判断断层准备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刚刚说了 是利用看到海沟 所以知道这是一个聚合性板块边界 所以比较有可能应该是以一段长为主 不忍で cast偷主 他你好 这这些地方 evidence 或者罪出来 neutral地压的 这个 questioned 看看